有一天,路边有一条幽隐,看见一条长长的蟒蛇,在睡觉,蟒蛇那么长的身体令他非常羡慕,他心就想,哇,如果我像他那么长的身体,那就好了,于是乎,幽隐就爬到蟒蛇的旁边,用力地把自己拉长,但是用得太大力了,他终于把自己的身体弄断了, 哦,这个故事是说,不自量力,不根据实际的情况,盲目去模仿别人,是对自己没好处的,但是就是这样,幽隐就发现了自己已经断了的身体,原来可以变成两条幽隐,两条又可以变四条,四条变八条,八条变十六条,十六条又可以变三十二条,如此类推,到最后幽隐的数目就遍布了全世界了, 玉illance 玉琳 玉石 玉